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内容 票据行为 这是一个两星级的考点 1617单选19年多选20年单选 这是一个客观题的考点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票据行为的概念 这个我们前面实际上输过了 对吧 我们说票据行为呢是指票据当事人 以发生票据债务为目的的 以在票据上签章为权利义务构成要件的法律行为 那这个体现的就是票据是文艺证券的特征 票据的特征有很多 咱们中级之称的主要去理解这些规定 是三个特征比较重要 第一个是文艺证券 第二个是完全证券 第三个是社权证券 在上一个知识点当中我们都有所运用 这个内容大家心里边要能够体会得到 好 那么接下来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出票是不是票据行为 那你就看看它符不符合票据的概念吧 出票的话出票人是不是要在票据上签章 他是不是以签章为权利义务构成要件的法律行为呢 我们说是的 所以出票就是票据行为 好第二个票据丢失之后的挂失指付行为 是不是票据行为呢 咱们还没有学 那至少你从这四个字上就能够感受得到了 是吧 票据丢失就意味着你这个票现在没在手里 那你能在票据上盖章吗 不能 正因为如此 所以票据丢失后的挂失指付行为 它肯定不是票据行为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票据丢失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 第三个就是提示付款行为 是不是票据行为 提示付款 是向我们的主债务人出示票据 请求付钱的行为 需要你盖章吗 不需要 所以这个也不属于票据行为 我们终极之称所学的票据行为 就是四个 出票 成对 背书 和保证 都是以在票据上签章 为权利义务构成要件的法律行为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 票据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好 同学们大家想一想 票据行为是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票据行为既然是民事法律行为 那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是什么呢 那我们说当事人有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要真实 然后意思表示的内容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能违背公学良俗 对吧 那这块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条 叫做行为人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实准确的讲 应该是具有相应的票据行为能力 只不过票据行为 它就是一种民事行为而已 他说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票据上的签章 其签章是无效的 一般的民事行为 我们要求的是 行为人要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就票据行为来说 他要求的是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正因为如此 所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限人 是吧 无限人在票据上的签章 其签章无效 那么这块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由于他们的签章无效 就会导致他们的该项票据行为无效 那么这一项票据行为的无效 就会导致出两种后果 那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种情况 这张图 我们之前已经有所见过了 在这儿呢 不是第一次见了 这个呢 我们将之称之为叫做票据当事人关系图 我们讲了整个票据法学完了 那除了你要对票据的一些具体规定有所了解 第二一个还要能够理清票据当事人的关系 具体规定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主向讲解 理清票据当事人的关系 主要是要求考生能够掌握一项本领 就是画这个票据当事人的关系图 在讲课过程当中 老侯会经常去画 那作为同学们来讲 你一方面跟着老侯来 另一方面自己在做题的时候尝试去画 画多了自然就会了 说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A一品是A的开户银行 B公司把票据背书转让给C公司 C公司又把票据背书转让给D公司 老赵呢 是这张票据的保证人 他在票据上注明了保证字样并且签证 那同学们 老赵为什么那么喜欢给票据当保证人呢 这回找到原因了 因为老赵他是个神经病 好同学们 在这里边 老赵是个精神病人 说明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的签章 会导致其签章无效 既然他的签章无效 那他的身份还是保证人吗 我们说他的身份就不是保证人 好 那这张票据 如果D公司在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时候 A一品把它拒绝了 那做成了拒付理由书 那站在D公司的角度 付款请求权行使被拒绝 他就可以行使什么权了 追索权 那么他可以向谁追索呢 向A公司出票人 B公司C公司前手的背书人 甚至如果A一品是成队人 我们都可以追 但是唯独这个老赵 他能追吗 我们说追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签章无效 会导致他的保证行为无效 那么他既然不是票据的保证人 有什么可追的呢 但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 老赵是没有直接后手的 所以他谈不到 对其他当事人的影响 只是他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A品还是A的开户银行 B公司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了老赵 老赵又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了C公司 那老赵同样还是个神经病 好同学们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老赵是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的签章是无效的 那既然背书人的签章是无效的 那C公司他享有票据权利吗 C公司的票据权利从哪来的 从前手老赵的手里来的 那怎么证明老赵在背书人栏签章来做的证明 但问题是他的签章是无效的 那还能证明吗 不能证明 正因为如此 所以由于老赵的背书行为无效 会导致他的直接后手 C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 这个就对后手产生了影响 但是注意 这种情况下 仅仅只影响他的直接后手 C公司是他的直接后手 那么如果C公司把这张票据再次背书转让给D公司 那这种情况下D公司会依善意取得制度 而享有票据权利 票据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 比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当中 条件呢要略微多那么一点点 那么在这里边 首先第一个他也要满足不知情 他也要满足不知情 换句话说就是老赵是个神经病 但是从签章上你看不出来他是神经病 那神经病盖的章他也是原的 他也不是盖了个方章盖了个椭圆的章 对吧 所以D公司从票据本身上是看不出来 老赵是精神病人的 第二一个已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等价有偿 是吧 那第三一个就是这张票据已经交付了 除此之外 他还要满足第四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这张票据上有真实的签章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里边老赵的签章是无效的 但是这张票据上有没有其他真实意思表示的签章呢 我们说有 对吧 A的签章是真实的 B的签章是真实的 如果A匹是成对人 那么他的签章也会是真实的 甚至包括D公司的前手C公司 他把票据背书转让给D公司的时候 他在背书栏当中的签章也是真实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D公司由于不知情 等价有偿 已经票据交付 同时票据上又有真实意思表示签章 那么D公司就会依善意取得制度 而享有票据权利 那么这种情况下 D公司在向A匹行使付款请求权被拒绝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向前手行使追索权 但是有一个人是不能追的 老赵是不能追的 但是注意 这个说的是D公司 那么如果是C公司呢 C公司是老赵的直接后手 因为老赵 他的签章无效 会导致C公司不想要票据权利 因此他既不能行使付款请求权 就他找A匹要钱是不行的 也不能够行使追索权 向出票人进行追索也不行 因为无论付款请求权还是追索权 都是票据权利 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准 到底谁是谁 当然考试的时候通常情况下 他不会考核D公司 他只会考到C公司 因为终极支撑 我们终极的票据法上 是没有更多关于善意取得制度介绍的 所以一旦考到善意取得 就有超纲的嫌疑了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 行为能力解决了 接下来就意思表示要真实的问题了 对吧 怎么叫意思表示真实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 有交易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有借款合同 那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我把票据签发给你 把票据转让给你 以支付货款 以偿还借款 这些都是我真心的想把票据权利转让给你 哪怕咱们之间没有这种交易关系 我想把票据赠送给你而签章 也是一种真实的意思表示 对吧 但是如果是以欺诈盗窃 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 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 而出于恶意而取得票据的 那这就不是一种真实的意思表示了 对吧 偷去的 骗去的 抢去的 那就不享有票据权利了 当然这块呢 在考试当中还要具体看清楚 到底对后手影响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同样举几个例子来看 首先第一个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那很明显 B公司是这张票据的正当权利人 那么C公司呢 从B公司的手中盗窃了这张票 偷来了 偷来了之后呢 他伪造了B公司的签章 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那么你会发现 C公司是偷来的票据 所以C公司本身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 对吧 好 那么他伪造了B公司的签章 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以偿还 货款 D公司明知道C公司是偷来的 但是呢 他为了能够获得这个货款 新人接受了 那你明知是偷来的 你还接受 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恶意的 那既然是恶意的 显然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 好 那么如果D公司是不知情的 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们看你有没有支付对价 如果不知情 但是D公司 D公司的老板 是C公司老板的女朋友 C公司的老板 把这张票据当做生日礼物 赠送给了D公司的老板 那这种情况下 D公司他是不知情的 他不知道是偷来的 但是那又如何呢 因为你没有支付对价 那你不符合 善意取得的条件 善意取得要求等价有偿吗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是要受前手权利的影响的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前手C 这个票是他自己的 他是正当权利人 他愿意给谁给谁 那后手也有权利 但这张票C没有权利 那这种情况下 后手因为没有支付对价 不是用善意取得制度 所以他也不享有票据权利 他也没有 但是如果 站在D公司的角度 他不知情 而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那你再看看 满不满足其他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交付 第四个条件就是 票据上要有真章 这张票据上谁的章是真的 谁的章是真的 A的章是真的 是吧 你甭管后手怎么去折腾 你A公司签发票据了 就意味着你愿意承担票据责任 对吧 所以既然A公司的章是真的 所以又满足了 有真实意思表示签章的规定 所以他就可以以善意取得制度 而取得票据权利了 那接下来 还有第二种情况 说A公司把票据丢了 A公司没有在票据上签章 而且已经办理了挂施 这张票呢 怎么丢的是C公司 从A公司的手里偷来的这张票 然后C公司伪造了A公司的签章 将这张票据出票给了D公司 D公司虽然不知情 并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那虽然说不知情 也等价有偿了 票据也交付了 但是可以认定你为善意 但是你没有办法行使权利 为什么没有办法行使权利啊 因为你行使权利 是要找这张票据上的 真实意思表示了签章的人去行使权利 这张票上有真实意思表示了签章吗 A公司的章是C公司伪造的 C公司没有在票据上签自己的章 所以这张票上没有真章 没有真章 你也自然就不能行使票据权利 当然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给大家 进一步展开来辅助你理解的 中级支撑在这个点上考核 不会过于的复杂 它只会用一个小案例 让你去判定一下谁享有票据权利 你能判定的出来也就够了 好 那接下来第三种情况 是票据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那票据行为所谓的合法 主要指的是票据行为的本身必须合法 至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合法 与此无关 票据行为本身 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票据记载的内容必须真实 而至于票据的基础关系 这个合同 它已经签发票据之后 就与票据关系相分离了 那么分离之后 它别说合不合法 它有没有 这个我们都不考虑了 对吧 所以这块大体理解上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好 接下来第四个是票据的形式要符合法律规定 票据的形式呢 这块主要介绍的是签章的合法性规定 盖什么章 其实签章签章 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 在票据上的签章是很关键的 签章是证明你对这张票据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关键 它主要是用来证明身份的 就是谁来对这张票据负责任 那如果是个人你是不是只需要证明个人身份啊 所以就是本人的签名或者盖章都可以 那如果是单位和银行呢 单位和银行它得盖两个章 首先第一个它得证明法人身份 所以它要盖 就对于单位来讲 它要盖公章或者财务专用章 是吧 通常情况下预留银行签章是哪个 你就盖哪个 那么你光盖了证明法人身份的章还不够 因为法人自己是不会盖章的 因此谁替他盖的章 还要证明一个个人身份 所以再加上法定代表人 或者授权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那提示大家注意 商业承队汇票的承队人 和支票的出票人 商业承队汇票 商业承队汇票是银行以外的付款人在承队 而支票的出票人 支票的出票人是企业或者个人 对吧 所以他们在票据上的签章 一定是他们的预留银行签章 那其中如果支票的出票人 在票据上没有加盖 与诱留银行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 而加盖公章 那么签章人也要承担票据责任 因为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银行里面的预留章 都是财务专用章 那如果你没有盖财务专用章 而盖公章与盖财务章 是具有同等法律效率的 这句话说的其实就是作为支票出票人的企业 他在票据上盖的是公章 而不是预留银行签章的财务专用章 与盖财务专用章具有同等效率 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就是银行签章 首先证明法院身份 就是银行的汇票或者本票专用章 然后还要证明签章的身份 所以再加上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的名章 同理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出票人 以及银行承队汇票的承队人 他们都是银行 对吧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是银行出票 银行承队汇票是由银行来承队 所以他们说的都是银行 那么银行如果没有加盖汇票本票专用章 而是加盖银行的公章 那与加盖汇票专用章 是具有同等法律效率的 叫做签章人仍然要承担票据责任 知道应该盖什么章 知道盖什么章与盖什么章具有同等效力 这块内容就搞定了 没有什么难度 好 这是能盖什么章 那如果盖错了怎么办呢 盖错了 我们得看是谁盖错的 如果是出票人 他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 这个会直接导致票据无效 为什么 我们后面会讲 出票人签章是票据的绝对记载实项 所谓绝对记载实项 就意味着你必须记载 如果不记载就会导致票据无效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正常情况下 A公司签章应该是公章或者财务专用章 加上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名章 结果他没盖 他没盖公章和财务章 盖了一个合同章 那由于出票人签章不符合规定 票据缺少 必须记载实项 所以就会导致票据无效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承对人和保证人 他们俩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 那承对人和保证人的签章 本身是承对行为和保证行为的绝对记载实项 那么如果缺少这个签章 就会导致承对行为和保证行为无效 所以首先注意是其签章无效 然后接下来注意一下 由于出票人的签章是符合规定的 所以出票行为是有效的 也就意味着这张票本身是没问题的 因此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他仅仅是自己的签章无效 而同时承对人和保证人 又没有直接的后手 所以他不会对这个票据上其他符合规定的签章的效力 造成影响 所以这一条就告诉你了 票据行为 他是以签章为权力义务构成要件的 所以如果欠缺某个签章 或者某个签章不符合规定 首先先会导致的是他票据行为本身无效 然后第二步你要考虑他对后续的影响 举个例子来说 说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A品是A的开户银行 那老赵呢是这张票据的保证人 B公司把票据背书转让给C公司 C公司又把票据背书转让给D公司 那么在这里边 A公司B公司和C公司盖的都是预留银行签章 那A品 他呢 盖成了合同账 而老赵呢 老赵是签名 老赵我们都知道他的原名叫什么 是吧 有谁不知道的 说明前面课没认真听 老赵的全名叫赵你猜呀 对吧 大名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了 结果呢 他在这儿签了个名是什么名呢 老赵这个人我们都知道长得比较胖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说老赵呢 他还有一颗减肥的心 他呢 听说他们老赵家本家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瘦的人物 叫赵飞燕啊 正所谓还肥燕瘦嘛 是吧 老赵就以他为标杆 因此给自己起了个义名叫飞燕 于是呢 老赵在签章的时候顺手就把自己的义名给写上了 那我们知道票据上的签章应该是本人的正式名称 你写个义名 这个不行 所以这就叫做成对人和保证人的签章 是不符规定的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其成对行为和保证行为无效 但是他们俩没有直接后手 因此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 A公司B公司C公司的签章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站在D公司的角度 他可以向A公司行使付款请求权 如果被拒绝了 还可以向ABC三个公司行使追索权 但是你不能向A品追索 也不能向老赵追索 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背书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规定 那背书人的签章呢 本身呢是背书行为的绝对记载事项 所以如果背书人的签章不符合规定 首先会导致其签章无效 自己的票据行为无效 但是注意 他不影响的仅仅是前手符合规定的签章的效力 后手的签章 他即使符合规定 也是无效的 这个跟成队和保证是不一样的 成队和保证因为他没有直接的后手 所以他是不影响其他 而背书由于他是有直接后手的 所以他仅仅只是不影响前手 后手的签章是要受到影响的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B公司把票据背书转给C公司 C背书给D D又背书给E 在这里边 C公司盖的是合同章 而A公司B公司和D公司盖的 都是预留银行签章 好了同学们 在这里边 AB两个公司是C公司的前手 而D公司是C公司的后手 好 那我们说 从签章的效力上来讲 由于C公司的签章是不符合规定的 由于C公司的签章是不符合规定的 会导致其票据行为无效 所以这个签章本身不具有效力 那么不影响前手签章的效力 所以在这里边 A公司和B公司的签章是有效的 那接下来 后手虽然盖的是预留银行签章 签章没问题 但是对不起 他依旧不具有相应的票据效力 为什么 很简单 首先站在C的角度上 他的签章无效 会导致其票据行为无效 那么后手D公司 他就不是票据权利人 那么如果D公司 把这张票据背书转让给E公司的时候 盖了预留银行签章 那么E公司同样 他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为什么他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原因很简单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要求满足四个条件 不知情 等价有偿 票据已经交付而且有真实意思表示签章 这四条里面 第一条他就不满足 E公司说我不知情 这合同章你看不见吗 这个是形式上的问题 票据上面有一个合同章 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 形式上的问题 是不能够主张善意的 对吗 他跟我们前面讲的 说千张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是不一样的 千张人不具有行为能力 那是实质的问题 形式上是看不出来的 而这一块你盖的是合同章 你是形式的问题 形式是看得出来的 E公司说了说那我没注意看 说我不太懂票据法 那个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法律上是不认的 法律上认为 这上面盖的是合同章 你作为一个正常的后手持票人 你要对前手的签章进行检查 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所以你想主张善意 法律是不认可的 由于不能主张善意取得 所以你说这个章有用吗 没有用 E公司也不想要票据权利 你后边无论转让多少手 由于这个合同章在这卡着呢 后手的签章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好 接下来是关于记载事项 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呢 包括四大类 分别是绝对记载事项 相对记载事项 任意记载事项 和非法定记载事项 那绝对记载事项呢 又叫做必须记载事项 它呢 是法律要求必须记载的 如果不记载会导致票据无效 或者该向票据行为无效 比如说出票人的签章 这就是票据的绝对记载事项 如果票据欠缺出票人的签章 那会导致票据无效 那如果是背书人签章 保证人签章 承对人签章 那么对应的它就是背书行为 保证行为 承对行为的必须记载事项 所以如果欠缺这些签章 会导致该向行为无效 但是它不会导致票据无效 绝对记载事项呢 在我们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 针对每一类具体票据 在分则部分 我们都会有所介绍 而这个内容 是考试当中的客观题考点 我们会用口诀 帮大家把它解决掉 所以这个内容 只要你正常听课 应该都是能够应对的 而相对记载事项就不一样了 相对记载事项 是法律规定你应当记载 但是如果你不记载 它会适用法律的有关规定来执行 而不使票据失效 举个例子 比如说票据上的付款地和出票地 这个我们要看具体是什么票 如果是支票 支票的付款地如果没有记载 那就是唯一的 大家想一想吧 支票的付款人是出票人的开户银行 银行是不是会有营业场所呀 你见过哪个银行是没有办公场所的呀 没有 是吧 所以支票如果没有记载付款地 就是付款人的营业场所 但是如果支票没有记载出票地 就不一样了 因为支票单位也能用 个人也能用 所以如果没有记载出票地 就是三选一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者经常去注定 这个是法律规定应该记 但是如果你不记 我们按规定执行也不会导致失效 那么正因为法律有一个 不会导致失效的规定 所以考试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考你 相对记载事项 如果不记载怎么去处理 而且在我们的主关题当中 作为付款人经常性的会以票据上 没有记载相对记载事项 而拒绝承担付款责任 它会成为付款人的抗辩理由 法律也会让你去回答 这个抗辩理由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如果说绝对记载事项 是客观题考点 那么相对记载事项 就是主关题考点 所以未来在学习具体票据的时候 包括具体的票据行为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相对记载事项 你必须记住 如果不记载按什么来执行 这是四类事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而后两个基本上是不考的 所谓的任意记载事项 就是由当事人任意记载 你愿意记就记 你记了就产生法律效力 如果你不愿意记 你就别记 不记就没有法律效力 比如说背书人在背书转让票据的时候 记载不得转让字样 那如果你不记载 他就可以流通转让 那如果你记载了呢 你记载了他也可以转让 只不过呢 你就不再对背书人的后手承担保证责任了 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讲到具体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说 就是你不记载 他就不产生法律效力 你记载了 他就有法律效力 好 再往下就是非法定记载事项 所谓非法定记载事项 就是这个事你记与不记 都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正因为记与不记都不具有效力 所以银行自然也就不负审查责任了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老赵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老婆特别好 时时刻刻呢 都想着自己的老婆 但是同时呢 老赵这个人呢 记性又不太好 他总是忘记自己的老婆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每一次在签发票据的时候 都会在票据上记载一句话 叫我老婆姓别女 这个呢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非法定记载事项 那既然如此 所以银行在审核付款的时候 也不会去检查一下 老赵他媳妇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在这儿 我们就是给大家开个玩笑 正常情况下 在票据上肯定是不能随便的 去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在签发票据的时候 经常出现的非法定记载事项 高阔签发票据的原因或者用途 是吧 你看那个支票当中 专门有一栏是用途栏 但是那个用途 你写与不写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票据的基础关系 和票据关系之间就没有关系 票据已经做成 就与基础关系相分离了 所以你说你的用途是为了付款 是为了还债 是为了怎么着 没有用 银行是不负审查责任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票据向下的交易的合同号码 有一些人呢 他为了分清楚这张票 我是为了付的哪个合同的款项 他会在票据上做相应的记载 但是这个记载也是不具有效力的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 关于基础关系的记载 关于基础关系的记载 好 接下来第三个内容提及的是 关于金额和票据上不得更改的事项 票据的金额与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同时记载 我们要求两者呢 是必须一致的 那如果两者不一致 以谁为准呢 两者不一致 以谁为准啊 以大写为准 还是以小写为准啊 以谁都不为准 无效 第二一个 就是票据上有三项内容是不能更改的 这三项内容 包括金额 日期和收款人名称 票据的金额 是一张票据上最重要的记载事项 你别说票据了 是吧 你原始凭证上的金额都不能改 一旦改 就无效 你必须得重开的 对不对 日期 他代表了很重要的法律责任 比如说 对于支票来讲 他的提示付款期限 是自出票之日起十天 那你的出票日期是哪一天 直接决定了你的提示付款的这个权利 在哪一天之前可以行使 收款人名称不能改 是为了票据的安全 比如说老侯签发一张票据 给老赵 老赵把这张票据丢了 被老高捡到了 老高拿到这张票据之后 美不滋的乐不滋的 就跑到银行去要钱了 结果银行一付款 这张票的钱又回到了老赵的账户上 老高一看 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第二次 老侯签发一张票据给老赵 老赵又把票丢了 又被老高捡到了 老高这回长记性了 把收款人的名称 由老赵改成了老高自己 拿到银行提示付款 结果呢 银行说了 对不起 收款人名称一改 这张票就无效了 其实是为了保证安全的 所以注意 三项内容 票据上所有的金额 所有的日期 还有收款人名称 都是不允许进行修改的 好 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假签发一张票据给银 银将其背书转让给老赵 后老赵因患精神疾病 成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后呢 老赵又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了不知情的饼 票据到期饼提示付款被拒绝 则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有谁 来吧 假签发一张票据给银 银把这张票背书转让给老赵 老赵是个神经病 也就是说 他是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吧 然后老赵又把这张票据转让给了饼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票据上的签章其签章是无效的 签章无效会导致后手饼 他不享有票据权利 所以A说饼可以向甲追索 B说饼可以向乙追索 C说饼可以向赵某追索 都是错了 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付款请求权 还是追索权都是票据权利 而饼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 所以他谁都不能追 正确答案就是第一选项 饼不享有票据权利 好 接下来 再看2020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说 老赵收到一张支票 发现记载金额的中文大写 和阿拉伯数码不一致 关于该支票效率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大小写不一致 以谁为准啊 这个东西蒙一蒙 小孩幼儿园里边的孩子们 还可以是吧 对于中级支撑的考生来说 这个东西是蒙不住的 既不以大写为准 也不以小写为准 也不要求你将金额更改 因为金额是不能改的 是吧 所以这张票就会直接被界定为无效 答案就是D 三项内容不能改 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更改的票据无效 大小写金额必须一致 如果不一致 票据无效 所以实际上这块介绍了 四类票据无效的情形 好 接下来再看17年单选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情形中 导致票据无效的是谁 A在票据上更改收款人名称的 无效 在票据上未记载付款日期的 付款日期 付款日期呢 这个东西呢 要分情况来处理 对于远期票据来讲 付款日期 它是一个相对记载事项 如果不记载 视为见票寄付 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说商业汇票 一般是远期票据 因为它有特殊 视寄付票据的可能性 就是没有记载付款日期 视为见票寄付 那么如果是寄付票据呢 寄付票据的特点 是不能另行记载付款日期 如果另行记载付款日期的 那么该记载是无效的 因为寄付票据 它从拿到票就能去要钱 你没有必要去记载付款日期 寄了也没用 是这个记载无效 正因为如此 它不会导致票据无效 它要么就是相对记载事项 要么就会导致它记载本身无效 所以无论如何B选项是不能选的 C选项是在票据上没有记载出票地 出票地是典型的相对记载事项 如果不记载 看是什么票 看是什么票 如果是银行本票 那是银行出票 那就是一个地方 那就是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那如果是商业汇票和支票 那就是三选一 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经常居住地 后面都会讲到 这个你知道它是相对记载事项 它不会导致票据无效 就行了 D说在票据上更改付款人名称 三项内容不能改 是金额日期和收款人名称 没说付款人名称不能改 所以这个也不会导致票据无效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这是仅存的